禁止废话 警察到底能查到多少个人信息 公安系统有八大信息资源库 分别是人口基本信息 载逃人员信息 违法犯罪人员信息 出入警人员信息 被盗抢汽车信息 警员基本信息 安全重点单位信息 机动车驾驶人信息 为什么说公共厕所里的烘干机 其实很脏 因为烘干机它不能凭空造风 是循环厕所里的空气 方便面里的碎渣 其实是厂家故意放进去的 其实这是厂家 为了凑重量放进去的 如果诸葛亮放到现在 会有女孩喜欢吗 身高一米八四 是个肌肉男 还是官二代 又是高材生 袁隆平爷爷刚出生时 第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袁小孩 他是我国万英之母 林巧智皆生的 怕使 对方突然叫你全民 为什么要挂断电话 因为对方很可能在录音 叫全民是在确认你的身份 香港千尺豪宅究竟有多好 香港的千尺豪宅 差不多是92平方米的户型 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移民孟加拉国 因为孟加拉国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 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 为什么说父母的房子送给你 还不如直接卖给你好呢 因为直接送需要缴纳3%的汽税 卖只要缴1.5%的汽税 一台光刻机 一天会烧3万毒电 为什么造个芯片会这么耗电 因为这种光地球是不存在的 它比切割刚才的光还要强15倍 所以需要大量电力 为什么日本人的住宅基本都是木材结构 很少使用大理石 上世纪50年代 日本地质专家 发现大理石和花岗岩中油的含量相对比较多 而又正是当年轰炸广道 长期的原子弹和新材料 在驴前面挂一根胡萝卜 驴真的会一直向前走吗 不会 因为驴会低头 如果出门在外感觉太热 试试在有树的地方吹口哨 因为这样可以招风 不是瞎说 真的是有依据 你知道吗 人在录齿笑的时候 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的 所以你此时笑起来的样子很可爱 这是世界上唯一经过诺贝尔医学奖肯定的减肥方式 晚上八点后不要吃东西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熬夜玩手机的时候 感受到左胸前臂脸部发麻 千万不要以为是姿势不舒服 这是心脏缺血的表现 应该马上平躺深呼吸 八个有效鉴别垃圾公司的方法 一 线上沟通没聊几句叫你去面试的 二 薪资很高 但是工作内容很简单的 三 岗位写的行政文员 工作要求却要销售经验优先的 四 HR的活跃时间在一周前甚至更久的 五 公司社保参保人数少于20人的 六 有劳动合同纠纷的 七 法人信息有失信老赖记录的 八 企业风评不好的 如果发生战争 怎样悄无声息的控制一个国家 控制粮食 法国有鹅干 日本有河牛 俄罗斯有鱼子酱 那中国有什么顶级的食材 松荣 燕窝 黄淳于 其中黄淳于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存多少钱就可以不用上班了 二三线城市有150万就可以了 放在银行每年会给你6万的利息 平均每月有5000元 可用输入法测试自己的情感经历呢 把26件输入法第二行字母按顺序打一遍 打出来的就是你的经历 打不出来的就是幸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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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